整棵大樹被連根拔起 青島穿越人行道和馬路 直接阻斷了交通 一早起床出門的民眾 不傻眼都難 因為高雄整條林雅路 就像鋪了綠色地毯 還有建岸工地 各種圍離岡架 東倒西歪 畢竟看看前一晚 風強宇宙路樹 一樣倒的倒歪的歪 五福和和平路 人行道整個地面隆起 水溝蓋分離 旁邊的停車場 還有車輛遭殃 白色箱形車被樹幹硬生生砸到 車頂凹陷 擋風玻璃碎了 其他車也幾乎都被樹葉給淹沒 隨地都是露樹 深夜天很黑 風雨又強 即便環保局人員漏夜清理 還是很難完全清乾淨 4號清晨 在中正區的景田路 發生車禍意外 原本停在路邊的轎車 車尾凹陷變形 路中間則是有一輛白色轎車 車頭嚴重毀損 高雄市區各處都有青島的路數 中華路上環保局人員一大早就出動清理 根據高雄市政府的統計 截至4號早上9點 海龜颱風造成的路數倒塌 就有198件 廣告招牌掉落也有13件 環保局人員冒著風雨清理 民眾如果真的要出門 也必須特別留意 TVBS訓練李讚盛張麗玲 李謙偉仲宣高雄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